第八場賽事都研究過 接下來第九場 去過重化469 三斑1650 嘩 很多品牌在這裡 七六馬高有之星 你沒看錯 它是補1650的 花後菊 除了一個半掩防山眼罩 好了 一定美麗 都說了 好像炮彈一樣 但是贏還贏 馬都不轉腳 其實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如果以它這樣不轉腳 這些轉彎 過來菊草你就真的要想想了 這隻聖賢比較奇怪 選菊草過來打一搭 很快又再出 狀態當然漂亮 上次贏得這麼輕鬆 三八千四近期沒有嗎 我就不知道 我就沒查過賽程 當然輕鬆 喊也不用喊 三搭四搭 麻煩望空就行了 好了 喜連衛星 都是贏過了 但是那場下莫雷拉 真的跑得很漂亮 跳就一樣這樣 中低的頭 其實我又不覺得 它的進步很大 好,這隻是肥仔威威 重化回了一輪 都休息了多久 上一次出是三月中 來希斯道也跑過兩次 兩次都是接近 到最後差不多跑了 五月中試了一個閘 沒有眼罩 在中路位置 看空了騎下去也有反應 這些閘當然水準不高 後面那些都脫了折 折折折 大師級那些馬都不太好 他就輕鬆贏了 厲害就搞定了,肥仔 現在就威威 這隻當然好 回來香港吧 不過你預算他臨場這隻馬 都會挺急的 因為現在這樣他也有點飆寒 不怕 好,這隻也走上來跑中距離 公正福象 三班千二齊齊齊有福就出了 我覺得他的外觀經常都很看得 但是年紀大上程中距離 很難 好,再看看童話 其實童話之前一直打搭贏 我記得放頭 又被他搞得好 就是養得很好 就回舊的馬 再試那個大閘 但是一些都講求形勢的馬 何況已經 就是這樣說,真的已經贏了兩局了 那你還想他怎樣 有正常這樣去做 當然我也相信 他會盡量爭取最佳的成績 是,他一向都有點汗 陳粗跳也有個頭罩 這個童話的蟲化有時也會跳得挺好的 試襲就在後面那一堆 好,《高有之聲》裡面 外面是描算騰飛 其實陳粗耳吐防山眼罩他還是有的 不過就轉一下程試一下 我想有隻馬會帶頭 至少你知道他應該會… 他的步伐是很外板的 有說有笑 這隻我覺得他可能稍微柔軟了一點 沒有以前好像跳起來 那麼速、那麼繃緊 有些不同的 好了,童區在外面 這些鏡頭有時你看到一些馬 你看看童區的左前腳 那些馬是套勾出去的 但其實很多馬都會 也不會影響他甚麼成績 不過那個里程 或者這些… 是不是會容易傷到腳那些? 是的,能扣到,時不時也會有 所以很多馬出來都包著一點點 那麼電門時代 他也是… 就是跑得不多的 這些馬 之前是來地近 我原來有很多人 包著頭鞋出來 好了,冠寶區 肯帶手做事 繼續去迫,繼續去快的 就不怕的 苗里得的馬 因為他之前投過會過來的 第三、第四 你靠判明暉這些 雪戰神區 這些也上來跑一里 當然他遷移 可能爆炸力會強一點 汗濕多就當然了 他一向都有點心急 好了,紅塘巨星 一鋪成名那些 都是羅富全出來接手 慢慢養一下 都沒甚麼勢頭、氣勢 沒甚麼火氣 幸福人民這些可能又是適應 火候都不太好 詩集都見到莫雷拉 都在教一下馬 來到第九場 三班跑1650 這一組 你感覺上看下去 我覺得一看到牌位 就好像沒那麼悶 就是看起來 以前你很多 對上幾期的谷草都是 三班1650 四班1650 跑來跑去都是那堆馬 但是這一組又不同 你侵了一些 譬如最終機會怎樣 我不知道 譬如一定沒來 那些馬走過來跑 你會覺得有些新鮮感 他們可能會帶來一些衝擊 另外譬如高有之星 觀正福將 都是少在這些路程出現的馬 我喜歡狀態 二號的聖賢 真是漂亮得交關 亦都夠銳 谷草它以前就上過名 不過是短途 不是1650 但是現在這隻馬銳得爆 所以我也相信這隻 繼續會好 其次有說有笑 都有些進步 別說謊 我看你根本有感情 這隻聖賢也好 不過真的是 如果方家帕贏到冠軍 當然馬旁搞得好 要多謝賀賢 這麼多這樣的馬 這隻聖賢當然是好 其他我覺得肥 說有潛力那些一定是美麗 有潛力 但是轉這麼多個彎 我排了一個外檔 我真的驚 肥仔威威 是有權贏了的馬來的 這隻 因為那天馬來想想 在方家帕走 其實那一陣子已經沒有游泳了 然後就走 然後不行 就去了希思 大家都知道 沒有怎樣做過的事 拿去跑 有 例如例貨跳就拿去跑 這次不是 直接一翻重發頭 再重新推過馬 再做過 你看拍那些草地 最後那兩貨草地 是試完雜之後試 整隻馬已經不同了 就算臨場有些急 有些汗 我也不怕 這隻馬我一定會拿膽 其他就是臨場再看 那些聖賢當然也是要要的 第九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看看Feed到陣 選了什麼馬 選了一個馬 有第三場的古浪順風 我就選第四場的帝豪大師 好了 重複多次 接下來的賽事 是安排在星期三 跑馬地有九場的夜馬 九場賽事的關係 6時45分就開跑第一場 到時再跟大家分析過 拜拜